艾玛高之三人空间内的战士因为训练已经丧失自信 说直白一点就是被你们打得一绝不振的 想法表示啦可不行正好我有一个好主意 想法将各个种族的战士召集在一起 至少由于训练无法检测各种族的实力 所以接下来就有各种族的最强战士相互较量暂时各自的实力 简单来说就是各自推选代表进行EVE battle 首先是半兽人代表对战 蜥蜴人代表 类台上蜥蜴率先喷出龙蛌土兮被兽人硬扛 接着趁机越起重重上下皮屑 兽人又对拍挡住鸡飞蜥 然后转手为攻一招地铁斩将整个擂台都粉碎 正时蜥蜴开大招会逢人把兽人中伤后准备补刀 却被兽人趁机抓住破战一招KO 男主看完心情好强 想起小八嘱咐大佬观察必须面无表情 虽然双方解尽全力 但是小八却对此并不满意 表示你们连我们要求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而战时需要的是足够所有人仰仗的实力 我知道你们和我过招无法检测实力 所以以后每期天举行一次 所有人都要参加的排位战 大家相互签锁打磨实力 少主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 男主看完小八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大家没有隐藏的实力 反过来说你们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希望以后大家可以互相接触磨练实力 只有小八和小林又来到工会重新注册等级 看到小林一千五百级工会小姐一脸不可置信 小八几不可赖的问到我能问到我呢 知道自己才一千三百四十几 升级五十训练到底有何用呢 等级之后一的男主秃操本来就等级上千了 其次二级就已经非常不得了了 小姐姐认识男主一行人 表示工会有事情恳求各位的帮助 因为头号外加的退役 还有很多其他人受伤 目前工会极度缺乏人才 男主有点心虚 直到估计就是自己做了一些事情造成的 原来工会需要男主等人帮忙 训练冒险者来接替退役的No.1 男主马上想到和学妹长得很像的拖亚一行人 那就从他们开始吧 便贝斯小巴对他们进行特训 解释只是因为他们比较熟悉 没有其他的特别意思 从绝业这男主对拖亚的态度 小巴知道 男主一定是将拖亚和救世纪的某个 熟人重叠在一起 为了能和男主继续冒险 也为了不让男主的心继续被拖亚干扰 小巴决定尽快要让他们出师才可以 因此设计了一系列残酷的训练内容 这点小队的任务是消灭一群魔物猴子 小巴看到几人被猴子打得手忙脚乱 只好用姐姐将猴子们困住 明明远程的弓箭手和潜行 四季而动的盗子却正面上去硬钢 会使用弓箭魔法的念经小哥 却只使用恢复魔法 简直配合的一塌糊涂 小巴见状只好玻璃给大家指导 一次简单的战术 让念经小哥用水桶魔法制造离台陷阱 弓箭手找个能观察所有敌人的位置 造好离台之后投入麻痹要紧 这样拖出敌人的简易 毒涨则就完成了 弓箭手成绩瞄准命中 即使有漏网之余 矮人也可以上前支援 隐区七七的盗嘴圣机绕后一击必杀 这样配合下来念经小哥压力重点 也能施展攻击魔法 虽然没有时间施展大的规模 但魔物也毕竟是火锅小规模魔法 足以堵住口鼻 幸苦一段时间配合 终于可以独立击杀魔物猴子了 念经小哥拿着猴王的尾巴 和带毒的爪子开心极了 小发表示 现在你们也可以去独立 干掉猴怪巢穴了吧 直接认为自己的等级还是太低了 实发教导众人 等级终究只是摆设 灵明具具备足够的实力了 一定要创造让同行钦佩的战舰 在不断挑战极星的同时切勿骄傲 而是要让众人承认 你们足以担当齐格阵的王牌 那我先回到工会 你们趁今晚商量好策略 明天早上就开始讨伐巢穴 工会小姐听到后十分担心 这怎么可能 一百级的队伍对付一直都很勉强 而且潮雪也在号称必死之路 边上的魔物森林 更是失踪好几对冒险者 那是我 嗯 合格者